很鮮超鮮甜的 肉質酸酸的 然後整個海鮮的味道 就是原味就很好吃了 超濃的 很濃嗎 問 charismatic 濃到不死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韓國最近很紅的美食 因為我們最近是迷上一個 韓國youtuber非常厲害 每一集都會破多少 2..300萬左右 非常蠻厲害 後來韓國非常紅的 然後他就會去吃各地的美食 我們想說把這些美食收集一下 因為他都是訪問在地的韓國人 直接在路上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哪一間是你們還會再去的喔 所以今天就要來幫大家去吃吃看 韓國在地人喜歡的餐廳美食 那我們想說先去吃其中三間我們很喜歡的 那如果都不錯的話呢 可能還有在我第二集 好,那如果大家對韓國美食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下去吧 嘿嘿,今天又要來吃那個韓國Youtuber推薦的 以知路最有名的日式燒烤雞肉店 最近非常的紅,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韓國也很含日式的東西 然後這家呢,就是以烤雞肉文明 這個雞肉真的是非常的細緻 烤出來的雞皮有夠juicy這樣子 天啊,感覺好好好 廢話不多說,趕快繼續吃 對 對 今天跟大家一起吃 剛剛點了什麼 全靠雞肉 綜合雞肉 年糕拉麵 旁邊太子 對 再點了一個身體 對啊,因為… 拉麵也上了 吃吃看吃吃看 好 好吃 怎麼樣… 超香 超級香 而且我什麼都沒沾喔 原味… 超好吃 它烤得很剛好 因為我覺得雞肉蠻難烤的 沾鹽巴的 來囉 它不是單純的鹽 它是胡椒鹽 所以吃起來超香 超級香 雞很嫩 然後那個雞肉 你趕快吃 而且它搭配那個辣椒吃起來 很爽 好香喔 辣椒也好好吃耶 它配辣椒超好吃的 我覺得口感它就是外面有點脆脆的 然後… 裡面很嫩 對,裡面非常嫩 沒有特別的鹹味 所以只按一點點鹽巴 我覺得剛剛好 但是很甜 我覺得雞肉很甜 而且很燙 對 所以有那個炭香 然後我們剛剛還點了這個拉麵 超級無敵爆炸辣 超級無敵爆炸辣 可是這位吃得一乾二淨 很辣耶 你怎麼吃得下去啊 我覺得還可以解鎖 就比辛拉麵大概辣一點 兩點這樣子 我覺得辛拉麵有三四倍耶 我覺得直接開胃耶 有那種開胃的感覺 對,開胃的感覺 我們剛才點了一個明太子 包這個蔬菜 它明太子不會太辣耶 所以它可以來 真的是菜幫你烤肉 我們不用動到 我們自己烤可能會炸死蛋 真的 我沒有在台灣吃過 這種日式烤雞肉店 他自家店只賣烤雞喔 這個雞翅啊 竟然去骨耶 可以幫大家去好骨牌喔 人生第一次吃 來吃雞翅 去骨吃起來超爽 超級爽 但是每個部位都很好吃耶 雞翅超酥 你們有吃的嗎 它吃它吃耶 而且果然是雞腿 對,就特別的 怎樣 好吃 耶 吃飽啦 怎麼樣,覺得如何 我覺得 首先我們不用烤肉 對 又可以吃到 這麼好吃的雞肉 對 我好喜歡 但我覺得它有點偏 分量偏少 對 我覺得適合第二攤的時候再來 分量真的偏少 而且它就是專賣烤雞肉的店 對,沒有其他東西 有其他啦 單點,可是沒有其他肉 對,沒有其他肉 然後可以點那些拉麵啊 還有一些小烤物啊 對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飽 大家還是推薦啦 我覺得可以來 如果是喜歡這種烤雞肉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 我們進來了 一臉期待 他很喜歡吃海鮮啊 而且他馬上送一個淺菜 就是這個 鮑魚 鮑魚 鮑魚片 很脆耶 然後他剛剛說一上過 就全部都是熟的 所以可以直接吃了 這個 哇 超飽滿的 不是人魚公主嗎 嗨 我是海鮮 很鮮 超鮮甜的 它那個肉質端端的 然後呢,整個海鮮味道 就是原味就很好吃了 它裡面還有章魚耶 然後還有蔬菜 來吃這個拉麵 好幸福耶 很鮮 然後它跟它的辣度混合在一起 辣海鮮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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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喝酒 這是 國際紅茶 他剛剛把那個網子 沒掉之後呢 就可以來喝 跟小鳥都不一樣耶 跟小鳥都不一樣耶 我以為是會很新的那種蛤蜊 它不吃耶 它是有一點蔬菜 然後配上海鮮 好難形容 但是是甘甜的 好喝耶 這一杯可 超多 好啦,吃飽啦 怎麼樣? 覺得如何? 我覺得好鹹 好滿 煮 而且我覺得那個 最後的湯 一開始我們不是有喝 覺得比較像蔬菜湯嗎 但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一家 就我們之前很喜歡那一家 它後面喝起來就會過鹹 可是這樣 煮到後面 超好喝 就會開始比較淡一點 但它煮開了那個貝殼的汁流出來之後呢 好鮮 因為就會比較鹹一點 所以那個湯最後變成 我們兩個就一直猛喝 我們快把它喝狂了 我們甚至沒加麵 而且我們都吃光光耶 對,我們吃光光 都沒有留耶 但價位比較高一點點 就可以吃飽 然後兩個人大概吃下來是 1500左右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它貝殼還滿多的 算是還可以解鎖的價格 會在訪耶 就如果在附近 突然想吃貝殼 或是想來一點小酒跟朋友的話 會耶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間真的是 我在首爾很難找到 這麼新鮮的那個貝類產品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養的 所以真的很新鮮 好的 今天這一家呢 是我們小胖說要來吃的 不是 因為我最近剛好就迷上一個 韓國蠻有名的Youtuber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會選這一家? 他介紹很多家 為什麼你會選這一家? 因為他有朋友 譬如說像我們士林區、大安區 然後他就去那個區裡面去找 當地人覺得很好吃 然後那一天就剛好就來江南區 然後就被推薦這個 然後他說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想說 天啊我今天來一天 要來吃點 好的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辣炒麵糕汁 非常非常的豐盛 而且呢我還加點了泡麵 哇還在冒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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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嫩耶 而且這一家呢 是香奶奶一集裡面的過生食 就是他們有 他有吃四家美食 然後他最後選擇了 辣炒雞湯 他有點微辣 然後他的辣味是不能調整的 好濃耶 好濃耶 很濃嗎 濃到不行 我已經撈了很多出來耶 濃到不行 怎樣怎樣 他是甜辣風 對阿是甜辣風 因為我會有人吃辣 可是因為很害怕那種甜辣的 甜的味道太重 太膩 可是他這間不會耶 這間就是我覺得 焦飯焦麵都很適合這個湯底 好我現在來吃辣炒麵糕 辣炒麵糕是他的最主要的 主要成分佔百分之七十 是軟的嗎 因為我不太喜歡甜辣 他偏的比較像那種 咻咻的感覺 不是硬子 因為我想拔的 拔拔的 像珍珠 我猛喔猛 像珍珠的年糕 好啦吃完啦 覺得如何 我覺得我很後悔 因為他份量真的太大 我最後的炒飯我沒有吃到 因為他只能點中 然後中就是二到三人份 然後呢 我覺得如果以台灣人口味 可能偏小辣一點點 因為他年糕很多 然後他的醬又是那種 真的很韓的那種醬 所以你是喜歡吃韓式跟年糕 你一定會愛包這一間 嘿 終於吃完這三間了 那你最喜歡哪一間呢 我最喜歡江南篇裡面的 辣炒雞腿湯 喔 我覺得那也蠻好吃的 這個是吃一個 雞納爽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偏甜 我覺得台灣人可以接受的辣度 就甜辣甜辣那種感覺 但是大家有心理準備 因為排隊我們那時候去拍 人真的蠻多的 那我自己喜歡的是那個 真貝殼 真貝殼也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真貝殼算是 台灣比較少見的料理 而且很新鮮 在首尾也比較少吃 通常是釜山可能靠海 或人川那邊比較會吃到 好啦那就以上三家呢 分享給大家 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還會有第二集 因為我們覺得這三家都還蠻好吃的 而且都是台灣找不到的餐廳 然後我們去排隊也真的只有韓國人 而且真的排很久 完全沒有任何中華圈的朋友 沒錯沒錯 真的只有韓國人 沒有觀光客啦 所以呢還是想排第二集 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啦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啦 大家如果想吃哪一間呢 或者有推薦的美食 也歡迎留言分享告訴我們喔 好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見啦 掰掰 農 Ihnen amis 感到吧 像反下去 un chi